Hi 大家好 我知道在香港很多朋友都有鼻敏感的問題 好像我自己這樣 鼻敏感都非常嚴重 一起來就會流鼻水 流眼水 有時會有眼痕 臉痕 我以前在未懂得處理這個問題之前 經常會吃抗過敏藥 但吃完後會很睏 累 沒精神 但自從我學了香氛治療之後 我找到一件東西非常適合鼻敏感用 這東西叫做羅文沙葉精油 我們這一批剛新的就是夜餐羅文沙葉 它的好處在哪裏呢 例如我自己這樣 如果有鼻敏感發作的問題 早上起床就會在房間的香氛爐滴幾滴 基本上大概十多分鐘左右 你換好衣服 裝好身後 那些鼻敏感就會收到不再流鼻水 而如果有時晚上睡覺睡得不好 可能你會鼻塞或流鼻水 臨睡前你也可以點這個羅文沙葉 就可以令你的呼吸比較暢順 以及睡得舒服 這東西除了幫助鼻敏感之外 有些朋友會因為鼻塞或血液流通得不好的關係 因為你會有鼻寒聲 又或者你因為鼻膏裏面脹了 你這裡的血液循環得不好 就會很容易有黑眼圈或眼袋的問題 所以這東西都可以幫到你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的抗病毒和抗菌的能力都相當高 如果有時我們會有些傷風感冒 都因為會有病毒或病菌的感染 如果我們在家裡點這個羅文沙葉 就可以幫助防止傳染給其他家人 如果你真的傷風感冒 你也可以把它混在底油做按摩 可以增強你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令你的傷風感冒會快些好 另外除了對我們的呼吸系統很好之外 羅文沙葉也可以幫助我們一些皮膚問題 例如我的手指和邊邊位 會起一些像碎坡仔的東西 經常痕癢和很難好 其實你也可以用羅文沙葉 混入漏離鉤子油 用來塗你的粒粒 它就會擠得很快 所以這東西特別推介給鼻敏感的人 尤其是像現在這樣 轉天氣大家預備 怕有這個流感 你也可以預備一支在家裡 隨時有得用